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彻底无缘豪门的梁洛诗 再到即将年满40岁的林依晨 七年如保姆般的婚姻生活 原来豪门生活真的与电视剧中演的没多大差别 干人窒息 前两天林依晨应邀出席某品牌代言活动 本来是一场寻常的活动 结果却被记者的一个问题所引爆 在谈到自己的运势时 林依晨表示自己未被孕已经三年没拍戏了 至今无果 据大家说的试管婴儿等方法 他则回应称 该试的都是了 任何你想到的方式都是了 至于是否要在求子之路上坚持下去 林依晨委婉地表示 会是我蛮重要的旅程 我比较谨慎对待 据网友统计 在19秒的时间里 林依晨摸了四次鼻子 毕竟在很多电视剧和书籍中 都有提到摸鼻子等于不安 约等于说谎 就这么几句话的时间 林依晨摸了四次鼻子 就算痒也不用挠四次吧 一时间有关于林依晨结婚多年未孕的消息 很快就冲上了热搜 当年林依晨因为恶作剧之吻爆红 清纯可爱形象深入人心 算得上是实力与原职艰巨的台湾艺人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在内地发展那几年同样获得了认可 但在2014年 事业正如日中天之际 林依晨选择嫁人 与豪门高富帅男友林依超成婚 到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七个年头 林依超的家族在台湾经营潜水器材公司 林依超本人则在美国加州分公司工作 属于企业二代 跟林依晨的年纪相反 斯文白净 身家长相学历都算得上是 人中龙凤 两人结婚后经常一起撒狗粮 林依晨自暴两人价值观合拍 从来不吵架 还偶尔推掉工作一起旅行 为了支持林依晨的新电影上映 因为特殊情况 远在美国回不来的林依超 环岛包场 给了老婆大大惊喜 这对是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可惜因为迟迟没有孩子 一些不好的声音就开始传出来 19年事业发展的不错 林依晨却宣布停工怀孕 经纪人还说她推掉的片酬可以盖几座楼了 不过林依晨还是表示 家最大 还说自己有传宗接待压力 甚至早早的购入了价值1.5亿 有助于生宝宝的风水豪宅 此前还有媒体爆料 中国台湾偶像巨女星L 与圈外富豪起婚多年没能怀上孩子 婆家非常着急 对L女星的意见很大 甚至家人在逼着老公和她离婚 科据选色提示 网友推测出可能性最大当事人就是林依晨 除此之外 媒体还称 这位L女星应急于求子 事过很多办法都没用 无奈之下只能去求助各种偏方 可非但孩子没怀上 还换来了一身副作用 因为遭到这些偏方的反食 L女星身体每况愈下 失眠严重 导致精神状况很差 有时甚至会胡言乱语 已经没有办法出来接通告 要真是如此 林依晨虽说嫁入豪门 但因为生不出孩子变得卑微 也真是够憋屈的 媒体爆料不一定完全真实 但没有什么是空穴来风嘛 而且此前有些迹象表明 林依晨在婆家过得确实有点卑微 之前有媒体拍到 林依晨随公婆一起参加宗族聚餐 林依晨下车之后 林依晨来到婆婆身边 很自然地当起了婆婆的拐杖 搀扶着婆婆渐渐走上台阶 林依晨在聚餐过程中 表现得十分灵巧孝顺 一直在注意亲朋们的用餐情况 还时不时地站起来帮大家 夹菜招呼 林依晨还时刻关注着身边公共的情况 不光亲身帮公公的布菜 还贴心地帮公公捡吊在地上的衣服 这么看来 林依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 真的是毕恭毕敬 可谓是精心伺候了 之前还有人爆料称 林依晨婚后十分孝顺 甚至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 会先向公婆道早安 就算拍戏到林依晨 也不会忘记做早饭的任务 她陪公婆献身街头时 遇到路上有车 也是第一时间护在自己婆婆 真的十分的细心了 对外媒体的时候 林依晨也总是夸赞公婆好 当自己的爸妈一样对待 要说这年头 有几个儿媳妇能这么贴心呢 到底是林依晨太孝顺了 还是为了讨好公婆努力的不行呢 不仅和公婆关系不好说 各有爆料称 林依晨和老公林宇超 因为这生不出孩子的问题 产生了婚姻危机 爆料表示 林依晨的老公被林依晨当场捉奸 更为要紧的是 林依晨的老公对于出轨一事 居然毫无回应 因为在她看来 之前就想要让林依晨停下工作生娃 但当林依晨停下工作的时候 却错过最佳的受孕时间 导致至今没有怀上 虽说这种坊间传闻的真实程度 有待商榷 但了解过这对夫妻的想必都知道 林依晨的老公林宇超 因为工作原因和林依晨常年分居 见面次数很少 在她新婚一年参加康熙的片段中 也得知 婚后两人常年是异地状态 老公因为公司在洛杉矶 所以长期在那边 林依晨这边要拍戏 所以则是在内地台湾两边跑 两人几乎每半年才见一次 被问到远距离OK吗的时候 回答还好 因为夫妻两人都是需要 个人空间的人 不过两人事业都比较忙 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下面的一句 就不是很能理解了 林依晨说 当初被老公打动的一句话是 只要我不在台北的时候 你就可以随时回娘家 还以为是地方习俗的时候 采康永发出同样的疑问 觉得这句话并没有很感人 难道不是应该 哪怕我在家 你也可以随时回娘家吗 还调侃林依晨 你很好骗耶 但是小S却说 这句话对女生来讲 确实很令人心动啊 旁边的来宾也在帮衬 说林依晨的老公 这是很尊重女生独立的行为 让林依晨可以拥有独立的自己 还有一个更私密 更迷的相处模式 是恋爱三年结婚一年 林依晨竟然从未在她老公面前放过屁 而这些看似坊间传闻的话 都是出自林依晨本人之口 姑且理解她是想保留自己的女神形象 可这种婚姻太过于不自在和压抑 林依晨甚至在和林依晨的订婚宴 隔天就飞到美国开始工作 小两口就过起了分居生活 有传闻称 林依晨婚后将定居洛杉矶 还打算暂停工作和林依晨享受二人时光 但其实不然 因林依晨的家人都在台湾 工作一直是生活要素 就算结婚了也不例外 所以林依晨和林依晨一直是聚少离多了 各种各样二人婚变的传闻挡也挡不住 要知道 从前的林依晨是当之无愧的女强人 也许是单亲家庭 负债养家的缘故 意外踏入娱乐圈的林依晨 待人处事十分拼命 走红后六日六夜熬夜排喜 熬到看到日出就红了眼睛 剧本来来去去翻看标记 几乎找不到空白地方 曾经合作过的伙伴都对她敬佩有加 郑原唱羞愧于她的认真 认真到合作导演都会感到抱歉 如果我们不够认真 是不是就对不起她 今夜的陈柏林会在节目上劝她 可以把严肃的事情轻松说出来 全心全意投入拍戏工作的林依晨 拼命到长出脑瘤 让妈妈和弟弟下半生有保障 昨天林依晨后来挺过来了 之后的林依晨一如既往的敬夜 拍社交英雄钻石整整六天每合演 拍《兰陵王》时倒掉城门被灌水的戏码 坚持不用提升 导致血周管破裂 甚至给家人留好了遗书 本该是一位优秀演员 此后再传出的新闻消息 不是备孕失败 便是各类家庭所事 事后林依晨再被提及 变成了非常有名的台湾好儿媳 谁看了会不感到可惜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林依晨的卑微主要还是来自 她的原生家庭 林依晨出生于离异家庭 母亲为了拉扯姐弟两人 长大 富宅累累 只能以借信用卡的方式维持生活 而林依晨从许人时代 就开始帮家里分担经济压力 最初参加选秀原因 只是为了挣出弟弟的一台新电脑钱 后来出道做演员 也是为了还债 港主圈的林依晨很刻苦 是一边上学一边拍戏的 随着后来戏约越来越多 她完全开启了拼命三郎模式 有段时间甚至只能靠 剧组化妆的空档补教 就这样连撑六天 如今38岁林依晨即将迈入四十大关 也就是高龄产妇的年龄段 造娃这事儿得趁早 否则对母亲孩子都没有好处 除此之外 不乏有网友指出 怀不上也有可能是南方的问题 这就有待伤穴了 一如我们不知道林依晨 试了很多怀孕方法一样 小两口应该有做备孕检查 虽然摸鼻子一顺 被放大到婚便有些离谱 但很多过来人都说 夫妻吵架在所难免 我们作为外人也不变智慧 希望林依晨家庭美满 早日如愿还上孩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拉美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